接連不斷的槍聲響徹音樂節現場 2017年賭城槍擊案 至今幸存者仍有陰影 這起悲劇的主因正式撞火槍托 使得凶手所持的半自動步槍 能在十分鐘內發射上千發子彈 釀成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場槍擊案 造成60人死亡 數百人輕重傷 加裝上撞火槍托 就能讓半自動機槍改造為機關槍 由於殺傷力大幅提升 使得時任美國總統川普 在2017年就祭出禁令 封殺使用撞火槍托 然而十四日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卻以六票比三票裁定 對撞火槍托頒布聯邦禁令 屬於違憲 引起全美關注 最高法院理由是 在槍枝上加裝撞火槍托 並不符合對機關槍的定義 不過這項爭議性裁定 並未影響各州相關法規 因此 像是加州在2018年 簽署的禁令 依然有效 然而這起撞火槍托違憲案 還是讓當權的拜登政府 深陷爭議 也再次挑動美國勇槍 敏感神經 三立新聞 參謀庭報導 三立新聞 參謀庭報導